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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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妍晕了过去 孤独老人一受重伤赶紧逃走了 小妍惹了大祸 几位长老一商议 决定留下小妍 利用她进入上古战场 寻找神奇兵蟒剑 就算死了也没关系 随后 十名弟子获得进入上古战场的资格 其中也包括小妍 故事到此就结束了 接下来就是这个电影的下部预告 可以看出在下一部会更加刺激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等下一部出来后 小妍接着会来接收 那么问题来了 您认为这部电影的特效 能秒杀哪些国产神剧呢 欢迎留言评论告诉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 记得关注哦